尸骨铺路 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 铁木真变为成吉思汗的历程 充满了结盟与背叛 落难与复仇 他甚至遭遇了一个男人 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 新婚妻子被敌人掠走 夺回来时却已有身孕 但是铁木真没有纠结 他把生下的男孩 命名为主赤 并视如己出 尽管后者终身都被贴上 来历不明的标签 这件事其实意义重大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 当时生活在蒙古高原的 并非只有或都是蒙古人 准确地说 是众多的部落和部落联盟 蒙古则只是其中的一个 汉字也写成蒙古或蒙古 同时存在的还有克列部 乃蛮部 密尔启部等等 但最为强大且声名显赫的 是塔塔尔 一个令人侧目的部落联盟 由于这个原因 蒙古和其他部落的人 也被称为达达 用毒酒杀害铁木珍父亲的 就是塔塔尔人 铁木珍的妻子 则是克列部的公主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政治联姻 但并非没有感情成分 实际上 作为蒙古部 博尔纪锦部落的酋长 铁木珍的父亲 跟克列部 宏吉拉部的酋长 是安达关系 也就是结拜兄弟 这是游牧民族 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 创造出来的 泛血缘联盟 尽管这种友谊 未必当真天长地久 但如果没有厉害冲突 也还是相当管用 因此 当成年以后的铁木珍 来到鸿吉拉部落 请求迎娶她的未婚妻时 作为涅斯托利派 基督徒的酋长 欣然同意 这个突厥人 亲自为女儿和女婿 主持了婚礼 并且对铁木珍说 你那些跑掉的部署 我帮你找回来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铁木珍的态度 按照惯例 克列公主 嫁到铁木珍的蒙古包里时 带来了黑雕鼠皮的皮袄 作为儿媳妇 拜见公婆的礼物 铁木珍却把这件礼物 回赠给洪吉拉囚长 她说 大人是家父的安达 所以大人就是铁木珍的父涵 我妻子的公爹 涵 我的父亲 这就不仅是政治联姻 也是政治联盟了 因此 听说密尔启人 抢走了铁木珍的妻子 洪吉拉囚长便毅然出手 痛扁了那帮家伙 参加战斗的 还有另一部落的青年将领 扎姆和 扎姆和自幼于铁木珍 结为兄弟 胜利后 他们再次确认了安达关系 同吃同住 达一年多之久 可惜 好景不长 两个同样精明强干 又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之间 渐渐产生了敌意 当彼此不再能够坦诚相待时 在上次战争中 逃得第一桶金的铁木珍 趁夜悄然离去 但是到第二天早上 他却发现 追随者远远不止自己的部署 还包括扎姆和的手下 和许多蒙古贵族 这些人跟着铁木珍 回到了蒙古人的根据地 并在那里推举铁木珍 为蒙古部落的寒 这时是公元1189年 南宋孝宗 纯熙十六年 听到消息 洪吉拉酋长和扎姆和 五位杂陈 不过 尽管扎姆和决心 与铁木珍一较高下 克列部与蒙古部的联盟 却还没有破裂 这里面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比如铁木珍在登上寒卫以后 信誓旦旦将继续忠实于 他的岳父兼义父 并在克列部发生政变时 帮助后者恢复了寒卫等等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 需要对付 那就是踏踏而步 正好北京政府 也有这个意思 北京政府 就是女真人的金 踏踏而人的嚣张和跋扈 正是他们扶植纵容的结果 但是现在 他们不满意了 希望克列部和蒙古部 教学一下那些不识好歹的蠢货 铁木珍和他的义父 也很高兴有复仇的机会 于是三方联手进行围剿 踏踏而人溃不成军 狼狈逃窜 他们的汗也被捕杀 战后 铁木珍的义父被册封为王 从此史称王汗 后来又被基督徒 讹传为约翰 铁木珍则被金王朝 任命为草原上的将军 职位在王汗之下 但是 有了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部署之政治资本 铁木珍立即处死了部落中一大批爱手爱脚的大小头目 理由是他们拒绝出征 为朝廷效劳 此后的历史 继续由一系列的战争构成 包括征服各部落联盟 也包括跟扎姆河对决 跟王汗翻脸 毕竟一山不容二虎 无论谁想在这片土地上称雄 都必须拿命来赌 战争惨烈而残酷 在最终打败塔塔儿之后 铁木珍下令 杀死了所有身高超过牛车轴的男性俘虏 妇女和儿童则作为战利品进行分配 正宗的达达没有了 这个词后来变成欧亚草原 突厥蒙古系统民族的范城 还有一个部落的酋长 被活活逐死 只因为他胆敢拥戴扎姆河 为骨而寒 铁木珍从来就不吃素 他的安达扎姆河 也是被俘后处死的 不过铁木珍满足了 结拜兄弟不流血而死的愿望 他下令在杂姆河胸口慢慢堆放石头 结果就连杂姆河的灵魂也无法逃走 我们不知道铁木珍这样做的时候 有什么想法 但多半面无表情 王汉的故事要长一些 事实上尽管多有变数 这个突厥人跟铁木珍的关系 还是维持了很久 王汉曾经出兵 帮铁木珍对付杂姆河 后者也帮前者击退了奶蛮部的进攻 但是并肩作战的义父义子 终于反目为仇 1203年春天 王汉之子率军发动突然袭击 猝不及防的铁木珍 只得落荒而逃 这是铁木珍最危险的时刻 据说 当他来到呼伦湖西南的班珠泥河时 追随着只有十九人 铁木珍摇起浑浊的河水 指天发誓 如果我能渡过难关 成就大业 一定与诸位同甘共苦 倘若违背誓言 那就让我跟着河水一样 十九个人都流下了眼泪 后来 供引班珠泥河水 变成了帝国的最高荣誉 实际上 这件事也意义深远 因为那十九人 并不来自同一部落 他们当中既有契丹人和魏吾尔人 又有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既有佛教徒和信仰萨满教的 又有基督徒和穆斯林 可以说 他们既不同种族 也不同信仰 但都是铁木珍的纳可尔 纳可尔完全不同于安达 安达是结拜兄弟 可能忠诚 也可能背叛 纳可尔则是宣誓效忠的臣仆 永远都忠于自己的领袖 并在危急关头予以证实 当然 纳可尔获得的信任和荣誉 也远远超过其他人 至少在铁木珍这里是这样 事实上 自从父亲死后 重盘亲历 这位未来的大汗 就意识到亲戚并不可靠 扎木合的翻脸无情 又让他明白 安达同样无法信赖 真正值得依靠的 是那些自主选择 追随他个人的纳可尔 这种认识对蒙古历史极为重要 因为没有个人崇拜和绝对忠诚 帝国就不可能建立 而铁木珍做到了 王汉那边却是乌合之众 被他打败又投降了他的扎木合 甚至伙同他人策划着一次未遂的政变 相反 随着克列布的逐渐分裂 越来越多的部落 聚集到铁木珍身边 铁木珍决定卷土重来 并在适当的时机发起突袭 结果逃亡到奶蛮部的王汉 被哨兵误杀 克列布族民则被就地解散 然后混编到蒙古部之中 有几位公主 还成为铁木珍的儿媳妇 兼并了克列布的铁木珍 已不可战胜 奶蛮部和密尔启部 也相继被他收入囊中 到公元1205年 草原上已经基本不再有什么 塔塔尔 克列或奶蛮部之类 所有的部落和部落联盟都融为一体 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民族 并统称蒙古 没有人知道这背后有多少血泪和心酸 那些尸横遍野之处 早已长满如荫的牧草 在浩荡长风中波浪起伏 当又一个春天降临时 被称为忽利台的部落贵族议事会 在鄂嫩河畔召开 铁木针被公推为全体蒙古人民的最高领袖 众寒之寒 号称成吉思寒 意思是海洋般的伟大君王 这时是公元1206年 南宋宁宗开启二年 蒙古帝国诞生了 大寒的旗帜高高飘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休息 启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